到欧洲玩 总是有人问 欧洲社会治安怎么样 这话怎么说 一言难尽 我只能跟你讲 哪个国家都有好人 都有坏人 但是你最起码你看 欧洲的民居 没有装防盗窗的 你就能看出 他的一般的社会治安怎么样 恶性案件很少 除了暴力恐怖 那也不属于治安了 那是政治事件 遭遇抢劫的 至少德国 奥地利 捷克 匈牙利 没听说过 说现在可能法国有 意大利有 尤其法国可能也比较多 那些国家真没听说过 小偷小妞都在所难免 什么你看手下 算卦为生的这种人 躲着他们点 导游也会告诉你 这时候那种人躲软点别理他 他跟你搭话也别理他 就一定要看好 个人的财务 所以我就是这么建议 钱 护照 信用卡 千万不要搁在一个包里 让人一勺汇 能不背包 尽量不背包 在穿衣服里边 我也跟大家讲过 尽量穿有内兜的衣服 所以他那儿到治安的总体情况 我觉得德国最好 是吧 奥地利这也不错 杰克可能就不如他的吧 匈牙利又不如杰克 但是总体情况还是很不错的 人民也是热情友好的 不要有好奇心 不要往前凑合 尤其是见热门也躲着点 中国人爱看热门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钱包没了 你说怎么了 一般来讲 俩人过来跟你问路 尤其是有时候还一个美女 跟你叽叽喳喳 你跟美女一搭讪 他同伙下手把你东西偷了 所以我总体的印象就是 恶性治安事件没有 小偷小摸有 但我没赶上 我们这次突然 我们团 包括我们设置组 都没赶上 但是听说有 听说有 所以就加点小心就完了 这个像什么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可能更厉害一点 到那些地方 就更得加一点小心